这晚成欢季西花纸 五月又有好多强当录剧上线 像是离线的春色季情人 就是近期冲出极高评价的线偶录剧 还有杨幂虎耀小红娘 月红篇月底 要对打张若云 金玉年第二季 两部都是2024的重点古装剧啊 不知道谁会更胜一筹呢 近期微博网约也投票评选 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10 万之火第七 春色季情人第三 冠军确实让人想看 网平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10 杨才宇 红明浩 少年巴比伦 少年巴比伦是一部年代青春成长剧 讲述90年代出一次意外 陆小璐爱上了心心念念的白裙子姑娘 白蓝 她追在她的自行车后 想象着那是世界的全部 那时的陆小璐20岁 一群在时代列车上追赶青春的少年 他们热烈而莽撞 肆意的野蛮生长 在寻找星辰大海中 完成平凡又不平凡的蛻变 好名号 早年的青春怀旧剧 人不必要和王少年冲出高评 这部《少年巴比伦》剧评却普普 热度也很低 故事背景设定在90年代 但场景太新 完全没有呈现出那个年代的氛围感 如果不在意时代还原度 只等青春剧看的话 演员青春养眼 剧本不雷人 网平 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8 徐璐 魏哲明 披荆斩棘的大小姐 有两部剧票数相同并列名次 一部是杨幂的《哈尔滨1944》 另一部是古中剧《披荆斩棘的大小姐》 这部剧和花剑林一样是换脸的设定 还结合复仇与爱情 节奏很快 剧情有爽感 不少观众都觉得这部剧被剧名给耽误了 明明设定很带感 却配了一个吐气的剧名 很影响路人的追求欲望 披荆斩棘的大小姐也讲述 酿酒世家罗浮小姐卢爱莲 被人所害 换脸后化身能文能武的标局小姐 沈丹青 暗中查探真相 并对仇人一一复仇 徐成峰在寻找丢失藏宝图的时候 与查案的沈丹青相遇 二人从相互猜疑 到成为彼此信任的恋人 网评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8 情号 杨幂 哈尔滨 1944 哈尔滨1944是杨幂的转型之作 讲述情报人员宋卓文 潜入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 被特务科科长 关雪 误认为救命恩人 展开的叠战革命故事 观众对于杨幂的定位 一直是流量演员 所以杨幂演的偶像剧 多半都会有高期待 但转型演证据 观众普遍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开播后杨幂的表现也评价两极 杨幂为了演好这部剧 特意请了表演老师 努力改变自己以往的演习方式 大家有看见杨幂的努力 然而要真正称得上成功转型 杨幂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剧里杨幂只要一和戏骨 演员同台 演技落差就很明显 杨幂演的是星河索拉的女特务 但演技还是被认为流于表面 无法真正说服观众 不过该剧却是因为杨幂而热度高涨 望平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7 童谣 张星成 危暗之火 危暗之火剧情蛮吸引人的 故事结合悬疑加犯罪加姐弟恋 淳朴保守的清水镇上 从名派大学退学回家的周洛 结识了美貌少妇南亚 关于南亚的风言风语始终不绝于耳 但随着两人日益熟络 周洛发现南亚的另一面 原来她的婚姻并不美满 甚至是家暴受害者 而就在欢乐的千禧年夜晚 南亚疑似用斧头砍杀了她的丈夫 望远之火题材相当大的 导演镜头感很高级 不过这部剧比较挑观众 因为风格偏文艺节奏比较慢 如果能耐着性子看下去 剧集质感其实不差 这部剧的差评 多半来自原著小说的抄袭争议 它改编自九月系的小说《小南风》 原著为作家祖战战指控抄袭 虽未定案但九月系 已经不是第一次陷入抄袭争议 这风波也多少影响了 危案之火的口碑 网评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6 马依利 周依然 于是我的阿勒泰 我的阿勒泰不是偶像剧题材 而是讲述少数民族 乡村之美的古装剧 讲述汉族少女李文秀 在大城市追求文学梦想 却屡屡碰壁 被迫回到老家与母亲相依为命 皆是哈萨克少年巴泰之后 文秀渐渐发现了当地之美 我的阿勒泰原先并没有很被期待呢 但随着去年于是以电影风神一息爆红 连带让这部剧热度上涨 于是和王河帝 吴磊一样都是95后男性 他身上有一种野性美 男人味满满 剧中于是要饰演哈萨克少年 这人设感觉很适合他 望平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5 胡一天 梁杰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由胡一天梁杰主演 两人都是很擅长笑甜剧的演员 因而让这部剧把告了期待感 这部剧翻拍自韩剧绅士的品格 原版是四个四十岁熟男的故事 路版改为三十岁 所以很多情节就变得有点水土不服 没有原版那么吸引人 还一直被拿来和张翰传的 2.1分大雷剧 东巴区的先生们对标 请和这样的我恋爱吧 质感称不上好 但对比其他翻拍雷剧 其实没那么糟 只把它当作轻松土田剧看的话 剧情还算流畅 有效点 剧情围绕着杂志主编叶涵 体育老师李潇潇 杂志出版人徐嘉诚 和曾经的模特一姐 同一文展开 享受了四个人在爱情和事业中 经过多重考验 最终收获各自幸福的故事 望平五月最想着的录剧 Top4 张颂文 容紫山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全员实力派 所以夹带高期待 闯进了第四名 这部剧找来狂飙的实力派演员 张颂文主演 另一位主演 容紫山 也是很被看好的新生代 他曾凭借高评价 悬疑剧 隐秘的角落 拿下福山电影节 最佳新人的演员奖 履历很亮眼 这部剧没有烂演技演员 因而被看好 有望成为悬疑黑马剧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讲述90年代 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少年被神秘追杀 生死不明 与他一起失踪的另外两名少年 也同样人间蒸发 三年后 其中一个少年 突然扬装失忆 回归家庭 看似再次团聚的家庭 背后竟还隐藏着隐秘和杀鸡 老警察暗中调查 一场猫鼠追逐之后 另外两名失踪少年的下落 也出现端倪 网评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3 李线 周宇童 春色季情人 春色季情人在播出前 就拥有高期待 播出后 质感也没让大家失望 这部剧风格基调和李线 去年推出的 去有风的地方 有点像 都一样是平凡人的问暖故事 一个是职业特殊的 遗体整容师 一个是腿有残疾的销售员 两人在一次次接触中 双向就属 爱情线特别好刻 豆瓣开发有7.7的高分呢 春色季情人 讲述小腿残疾的装结 回宵路上 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麦东 后来两人又意外重逢 两人在试探拉扯中逐渐靠近 逐渐疗愈彼此内心的伤痛 剧里对于爱情 对于生死的描绘 都相当于语韵 旺平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2 杨幂 龚俊 虎鸭小胡娘月红片 虎鸭小胡娘月红片 大家已经期待好久了 这系列共有三部曲 杨幂的月红片将打头阵 接下来还有刘诗诗 竹叶片和成一王权片 月红片的播出效果 很可能影响到观众 对于后面两部曲的期待感 而月红片五月底 将对打张若云庆语年第二季 两部都是重量级大剧呀 虎鸭小胡娘月红片 以东方月初 与涂山红红的前世今生为主线 500年前 涂山红红救下了小月初 小月初就与涂山红红的同样夫自举 500年后因果循环 一切似乎又回到原点 美艳霸气的狐妖 VS 洒脱率真的人足遗孤 展开跨越人妖隔阂的虐恋 狐妖小胡娘系列 全员帅哥美女上线时话题度 肯定少不了 网评五月最想追的录剧 Top 1 张若云 李庆 庆域年第二季 冠军就是庆域年第二季啦 庆域年是近几年的爆款录剧之一 他的收视表现十分惊人 单日最高网部量达2.44亿 被视为级狼牙榜之后 最精彩的全魔剧 庆域年2 也是2024最受瞩目的重磅剧 因为第一季太成功了 大家都看好第二季 能延续前作的荣光 庆域年2 除了肖战美眼之外 张若云 李庆等原版人马 几乎全都到齐 还有毛小彤 金晨 王楚然等美女加盟第二季 通常电视剧剧集都很容易崩坏 但看着演员班底 感觉庆域年2 应该有望能超越第一季 而编剧王卷的剧本也稳 仍然很受观众看好 那么五月录剧 大家最看好哪一部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